云林的一个主题乐园昨天傍晚6点20分左右发生了停电 部分的区域陷入了一片黑暗 而他在冲锋飞车跟摩天轮上的游客受到了惊吓 20分钟之后这园区才恢复了宫殿 由于事发突然 游客呢这园方除了赶紧安抚游客之外 也立刻办理了退票 主题乐园发生停电时 摩天轮和冲锋飞车两项游乐设施受到影响 园方在5分钟内利用自动发电机恢复了局部宫殿 疏散旅客 但是还是有不少游客受到了惊吓 很镇静啊 很镇静的话慢慢走下 根据媒体报道 有民众投诉冲锋飞车当时还出现倒着走的现象 原方解释应该是视觉的错误 因为冲锋飞车停电时会卡在原点 原方也立即派人把民众从维修的梯道疏散下来 听到在半途当中的我们采取的我们的一个标准作为程序 会把游客引导从两侧的安全楼梯这样子的走下来 原方表示 这次停电事件主要是因为台电系统跳电所造成 原方除了安抚受困的游客 也当场办理退票的服务